农夫山泉有点甜,不爱酱酱有点玄 哈喽,这里是酱酱的樱花校园模拟器啊 今天的主题是蓝色 因为有很多粉丝宝宝私信我说想要看蓝色的秘密基地 所以今天它来了 对了,还有一些粉丝宝宝私信我说 为什么我不更新幼儿园版本的樱花校园模拟器 是因为我喜欢中文版的 因为中文版的我看得懂 英文版的我一个字都不懂 所以说,我就没有更新这一次的幼儿园版本 然后,以后你们要让我唱什么歌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答给我 记得要打歌名啊 然后你们看见我旁边的那只猫了吗 它好像成精了 想要叫成的可以私信问我 对了,记得以后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私信问我哟 重要提醒,有问题的私信我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找我做的那个蓝色的秘密基地啦 重点要求我做蓝色的秘密基地的人看好啦 没错,就在这后面 你们打算进来了吗 当当当,这个依旧是圆筒床 这个圆筒床我是发了教程的 这是一个比较蓝的蛋糕和满汉全席 这个我依旧不知道这是什么 有两个火炬 这是一棵小树 它好像也不怎么小 小礼物和哟 这是另一个大火炬 我们现在要出去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你长得这么漂亮 关注一下我怎么了